国内上市贵公司的经营权纷争不断 譬如说像是这个大同或是有训公司 而这也让董事会治理成为了公司间最重要的一环 而国内北中男人学术界知名学者和各大事务所合作 共同发起了组成台湾董事会基效协进会 希望可以强化董事会的职责 奋力击鼓台积电员工热情沸腾 身为台湾晶圆代工龙头 公司治理也成为标杆 最新公司治理评鉴结果出炉 台积电就六连霸蝉联最佳评鉴百分之前五的企业 另外像是同一超 玉山津 台湾大 远传 东元玉龙 联电等全都入榜 他们董事会里面的成员没有私信 那所以整个公司的运作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是这个公司治理的这种典范 公司治理成为企业关注重要议题 像是第一届董事会治理效能论坛上 邀请学者就公司治理等议题进行探讨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局长张震山 也进行专题演讲 希望我们台湾的公司治理有所谓的3.0进阶版 就是在我们的公司治理头 它的一个六个面向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董事会的效能 所以我想今天的异地跟我们公司治理的概念是完全相符的 论坛中专家也呼吁企业应更聚焦全面治理 公司治理指标比较高的一些公司 技巧比较高的这些公司 其实他们在员工的关怀上 环境的关怀上面 其实都有花了很大的一个心思 另外像是大同公司 有训公司陷入经营权之争 专家也点出董事会绩效跟治理的重要性 那代表说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监理可能有一些不足之处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台湾董事会绩效协经会的一个原因 看来只有不断强化董事会职责跟功能才能提升企业竞争力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详细